下面呢我们学习反射材质的颜色过滤 颜色过滤呢也叫绿色或叫绿镜什么呢 它起什么作用呢 它主要对反射所形成的影像的颜色进行调整 可以呢把其中的某些颜色呢过滤掉 这就是绿色的作用 这就是刚才我学习的结果 由于呢我把这个反射射成了纯白 形成了全反射效果 那现在呢我把这个绿色呢改一下 改成一个红色咱看一看学习结果 这个看上去已经一片红了 仔细观察一下啊你想象的是什么结果呢 是不是相当于用一个红色的透明玻璃去看呢 我们的反射影像所产生的效果呢 那现在呢咱们就研究一下 这个绿镜是红色的 红色的啊那如果这是一个咱们是一个红色的玻璃的话 假设那你拿着这个红色的透明玻璃去看周围的物体 它呢会把红色的光 放进来我们能看见红色 其他的光会被这个滤镜给挡住 我们看不见 那有了这个在我们心里都装了这个原则 那我们在分析这个 反射图像的颜色的时候 就有谱了 看这个红色的物体 它反射的影是红色的 那它这个红色呢可以通过这个滤镜的 是吧 因为这个滤镜呢只放这个红色 我们看到的影就是红色 这个是正确的 这看绿色这个 绿色物体所形成的影像是绿色 绿色里有没有红色成分 是没有的 是吧 所以说绿色这个影像 被这个红色的滤镜完全遮住了 我们看不到 所以说它的反射呢就变成了黑色 蓝色跟绿色是一样的 因为蓝色里面也没有红色成分 再看我们的花 我们的花 然后为什么会变成这个红色的呢 以红色为主的呢 你想想 绿色这个地方 然后是被过滤掉了 它偏黑 蓝天这个地方有一部分蓝色 它也被过滤掉一个部分 然后成了暗红色 花里边 花的主要颜色是黄色 黄色是什么颜色的合成的呢 黄色是由红色和绿色合成的 绿色被过滤掉了 红色呢 显示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图案 这个效果就是这样来的 那现在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换一个颜色 换个黄色 想想 黄色它是由红和绿 两种颜色组成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看这个 过滤后的效果的话 那这个图像呢 就会发黄 因为它把红色和绿色成分 等等同时放过来 那咱们渲染看一看结果 是不是 是不是咱们所预料的 看一看 这个平面呢 为什么发绿呢 这是由于呢 它本来反射的影像是偏蓝的 一个天空的颜色 由于这个黄色把底下那个什么给过滤掉了 黄色是不是没有蓝色 它把蓝色给过滤掉了 一个接近白色的东西 如果去掉到蓝色 那就是红色和绿色 红色和绿色的混合结果 就是黄色 所以这个结果是偏黄 是对的 再看这个红色 不用说了 这里边有红色 因为黄色里有红色 它把红色给放出来了 所以这红色影像能看见 那现在我们又看到这个绿色的 我们又看到了 绿色为什么能看到呢 这个黄色的绿镜是不是有绿色成分 所以说我们绿色的影又看到了 蓝色的影我们看不见 因为这个黄色的绿镜里边 没有这个蓝色成分 蓝色是零 所以说这个被过滤掉了 变成了黑色 看这个花 基本上来说这个花的颜色保存住了 因为花的颜色就是含有红色和黄色 都被放出来了 绿样的绿色成分也放出来了 基本上保存了颜样 蓝天这个有点不太对头 它缺少了蓝色 那就有点偏黄偏绿了 就是这个效果 那这个我们就把这个结果就分析完了 如果我们再换一种颜色 我们换个这个 那这个呢是红绿 绿色的少了 绿色呢反射的效果就少了 咱们先眼下看一看 那这个有点偏红 这个是因为绿色少嘛 偏红偏黄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绿色少了 这个绿色的反射效果也暗了 因为绿色它只放出来一部分 那这个就是刚才这个颜色的效果 下面呢我们研究一下混合效果 这三个颜色 然后反射颜色 绿色颜色 跟这个慢反射颜色 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单项分析 已经呢分析过了 我们都明白了 那现在把它中和一下 会有什么效果呢 反射比如我把这里的反射设成红色 想一想我们照出的影呢 只照红色 再看这个 如果呢我把这个也设计成红色的话 它只要反射影像动作红色成分出来 我把这个慢反射先关掉 我们一项一项观察 两个两组合 那现在我们渲染一下 为了看方位 我们先把这个先变成白色 让它什么也不过滤 白色呢就相当于拿了一个 透明的玻璃去看呢 你那个反射影像 说纯白那是什么都不过滤的 是吧 那咱们先染一下看一看 那现在呢我们只反射红色 是吧 红色成分被反射出来了 那现在我想一想 我把要这里呢 再放上红色 对我们那个反射结果有没有影响 你想一想 肯定是没有影响的 为什么 我们反射的结果就是红色 再拿一个红色的玻璃去看 还不是一样吗 咱们试一下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一样呢 说 那这个如果两个射成一样的颜色就没什么意义了 是吧 因为你反射的是红色 你再拿一个红色的镜透明的玻璃去看 结果还是没有影响的 是吧 那现在我要把它射成绿色 那我们这个反射效果还会看到吗 我们还能看到反射效果吗 想一想我们是看不到的 为什么呢 反射的影像是红色的 反射了场景中的红色成分 但是我这个滤镜是绿色的 绿色的会把绿色以外的反射影像全过滤掉 是吧 全影吸收了 那我们呢 那反射影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就跟没有反射效果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学长看一看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你看我们一点反射效果都没有了 是吧 因为它俩是反向的 是吧 光三颜色 原理中 红绿蓝色 三个是互相对立的一种三种颜色 不能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那如果我把这个设置成黄色呢 黄色里有啥 有红和绿 那这种红色的反射效果又会表现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红色不是最大吗 他把红色的又放出来了 是吧 那我们看是不是这样是的 我们的红色效果又除来了 是吧 这两种颜色的组合 通过我这样的讲解 你应该明白了 是吧 现在呢 我再测试一下 反射过绿色 是吧 和这个慢反射这个颜色之间的关系 是吧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是吧 我们在以前的课程中已经讲过了 是吧 这个把这个弱是红色的话 那他这个红色呢 是全反射的 是吧 底层的红色是出不来的 是吧 如果这个底层 咱们设计一个颜色 设计成绿色 那这个绿色是零 是吧 所以是绿色呢 这个红色里面没有绿色 绿色不是零吗 是吧 所以说绿色成分是吧 是能够出来的 是吧 那现在我们渲染一下 看什么一个综合的结果 看看 咱们逐个分析下主要的颜色 区域 那这个区域 天空 应该是灰白色的 是吧 白色中有点偏蓝 是吧 但为什么变成了绿色呢 是吧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一个反射 它只是反射天空中的红色成分 这里有个反射的成分是红色 那地面这个颜色 是什么颜色 是这个平面的本色是绿色 是这个平面的本色是绿色 绿色能不能出来呢 能出来是吧 那绿色能出来 绿色跟这个红色这个影子合在一起 是吧 那不就是偏绿 偏黄吗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这个绿色 绿色对我们这个红色这个有没有作用呢 没有作用 因为我们这里的黄色就有红色了 所以说 它对这个反射 现在来说可以说是把它设成白色是一模一样的 是吧 这个就是这个的结果 这个是红色 红色的影子 红色的影子 因为这个影子中有红色成分 我们记住了 有红色 物体的慢反射是绿色 红加绿 加在一起 就是黄色 是不是这个意思 再看这个绿色这个阴影 绿色这个阴影呢 由于有红色这个反射控制 要反射红色影子 这个绿色这个面 在这里是影子是黑色的 是没有的 但是来说 它这个慢反射的绿色会透出来 所以呢 形成一个绿色的影子 蓝色的也是一样的 是吧 蓝色这个面 由于呢 受绿色反射控制 受这个红色的反射控制 只能形成一个黑色影子 黑色影子 加上慢反射这个 出来的一个绿色 它就变成了绿色的影子 是吧 花这个 你可以按这个颜色的关系 一个逐个相处去分析 就完了 那现在我把这个滤镜给它改一下 我改成一个蓝色 那你想想这个渲染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 是吧 还会有影吗 我们这个地面会是什么颜色 还会反射出影子吗 那让渲染看一看 反射效果没了 为什么啊 因为你想反射红影 但是来说你又拿一个蓝波来去 看这个红色的影子了 那这个被这个滤镜给过滤掉了 所以说这个红色反射的影子没效了 他没效了 这个 这个反射对底下还是有影响的 是吧 他把底下这个绿色成分能放出来 是吧 所以说我们看到底下这个面是绿色的 如果我们把底下这边改一下 是吧 改成一个青色的 是吧 这个会是什么效果呢 大家有没有预料呢 青色的 咱们再渲染看一看 我们这个面会是青色的吗 是青色的 是吧 因为我们这里边没有红色 是吧 所以说呢 他对底下这个就没有影响 因为绿色底下这个绿色 这个青色就绿和蓝组成的绿和蓝都都出来 那我们再换个颜色再看一看 我把它换成黄色 它会变成 哦 变成黄色是吧 那他这个面会是黄色的结果吗 不会 为什么呢 他吧 因为这个 这个是红色红色呢 不让底层这个 红色成分出来 黄色是由红和绿组成的 红色成分被挡住了 它只剩绿色了 所以说它变成了绿色 但是来说它红色要占红影 这个红影呢 又被这个蓝色给绿色掉了 所以说这就是综合的结果 这个绿红色所照到的影又没起作用 如果这样去设置材质的话 你想想是吧 你这个材质就非常 不科学 为什么呢 这个反射程已经没用了 是吧 你不如就把这里直接放在一个绿色就完了吗 那小远速度又快多少啊 是吧 所以说我们 在做这个效果图的时候 很多这个 设计师呢 小远的时间很长很长 是吧 因为他这个材质构建的不合理 是吧 这里边电脑做了多少 这个冤枉的计算 是吧 不需要的计算 是吧 那你如果把这个 就相当于把反射程删掉 这里加个绿色不是一样的吗 是吧 跟这个结果是吧 因为你反射来反射去 你反射的结果就被他给挡掉了 是吧 完全底下这个黄色呢 中的红色又被他挡掉了 那就相当于这里是个绿色嘛 是吧 那相当于我把反射程删掉 是吧 我把这个换成绿色 这个结果是一样的吗 是吧 接下来呢 我再讲一讲呢 使用这个贴图 对颜色呢 进行过滤 我把这个反射程再加上是吧 这里呢 有一个 有一个贴图 然后我们也可以使用贴图来进行过滤 是吧 咱再说一下 如果你把这个设成黑色的话 还会有反射效果吗 设成黑色的话 那相当于把什么色都过滤掉了 你拿个黑玻璃是吧 那这黑玻璃肯定不能透明了 透明就要白玻璃了是吧 那所以说 那你这反射效果是没用了 就相当于把反射程关掉了是吧 咱们现在渲染一下 看是不是 你还能看到反射效果吗 是吧 根本也看不到了 反 绿定是黑色的话 就相当于把这三种颜色全过滤掉了 是吧 那什么影响也没出来 是吧 什么影响也没出来 那现在呢 咱们用一个贴图是吧 咱们还用咱们使用过的棋盘格 是吧 因为棋盘格非常有特点 是吧 咱们给它放大 放大100倍 0.01是吧 那相当于每个棋盘格的尺寸呢 是2.5米是吧 OK是吧 咱们渲染 那这是这个影像呢 就局部分有了 有的部分没有 是吧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棋盘格黑色的地方 是吧 把反射顾虑掉了 那没有反射影像 白色的地方 棋盘格白色的地方 还保持了原来的反射效果 因为原来的反射是全反射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个 会看到这种效果 如果你用一个图片去控制这个绿色的话 过绿色的话呢 就会显得非常复杂了 是吧 你要想分析这个效果的话 你可以一个一个相述去分析 是吧 因为这位图嘛 照片就是由不同的色点组成的嘛 那我咱们试一下 是吧 咱选择这个位图 咱选择这个换一个吧 比如这个图片 OK 咱们老审的预讯箱了 0.01 0.01 OK 虽然 啊 形成了这种效果呢 那就是比较复杂的综合的一个效果 还想分析这种效果的话 你可以呢 对应着刚才这个水母这个照片 然后对应它这个的颜色 去分析 然后去分析 也可以分析出来 其实这好像很简单 你想一想 然后 那个水母的图片 你看这地方是不是蓝色 它蓝色只把蓝色的影像显出来了 是吧 这个平面的反射 是吧 几乎就是一个白色的 因为是天空 是吧 白色的一个东西 你用一个带图案的滤镜去看 用个彩玻璃去看 跟这个来说彩玻璃的效果是一样的 是吧 就是这个结果 就是这个结果 那这个贴图的倍增 我们给它是两个数 一个大于1的 那肯定是增强了 是吧 我们渲染一下 看一看 它的过滤效果增强了 这个图像就变亮了 是吧 小于1的话肯定会变暗了 是吧 会变弱 是吧 会变弱 我把它停了 是吧 那我就直接输一个0.5 是吧 就减小的一半 是吧 咱们再重新链染 看一看 图像变暗了 是吧 这就是这个纹理贴图的作用 是吧 用一个图片来控制 这个反射的图案 这个相当于什么呢 用一个有透明图案的彩色的玻璃 是吧 相当于有一个透明图案的一个玻璃 去看呢 你这个反射的影像 所形成的效果 是吧 形成的中和效果 你看这些都已经 翻不出层次来了 是吧 你要有非常好的这种的理解 是吧 你才能把这个可能想明白 那你有时间的时候可以静下来 是吧 单色分析 分析完之后 明白道理之后 以后呢 遇到这种有图案的 有贴图的 是吧 它那种大概的效果 是吧 脑子里的印象呢 很快就会出来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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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